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飞机小车堂 名字我瞎起的 吐槽一下 那我们首先就从调色台开始 这个是达芬奇迷你款调色台 也是个人调色师用的最多的一款调色台 它跟其他调色台的区别主要在于屏幕 就是这颗调色台它在上面是没有屏幕的 上面那些调色台有屏幕的话 可以直接把部分的图像显示直接在上面看 作为一个调色师 调色台是不是必要的 这个调色台是去年买的 但是我成为调色师可能一年多才买自己的第一个调色台 这个例子很明显 就是调色台的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对于我们用剑鼠操作而言 它没有什么完全不可替代的操作 除了唯一一点就是推这个色轮 就是用鼠标去推色轮的话会非常不准 就你可能要试五六次才能推出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 但是用台子的话很快 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像LGG 领色轮 对比度的 白平衡都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调色台完成 熟练的剑鼠调色师傅 它的剑鼠效率是比用调色台的新手要高的 就是你真正开始接手一些长篇了之后 用调色台才能真正的起到一些体效的效果 而且你必须要经常练习 那为什么不要买 设备其实最大的作用我们都知道 甲方快乐机 那么调色台其实很多时候它承担的也是这个作用 一定的硬件投入能够直接让你从起点开始就超过别人 那对于你的接单其实是大有好处的 这个东西它手感是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的 但是它不是什么必要性 下一个监视器 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干调色的话 先把这个 就是很多人都会看显示器的测评 就是想哪个显示器它色准好 视频领域唯一的监看标准就是监视器 从前期导演看的那一块屏幕 到后期所有后期人员和调色师看的屏幕 都应该是同一标准 同一规格的 然后目前的显示器面板和显示器的参数 它是非常难做到的 视频的播出标准和监看标准远不止 就是我们显示器里面经常提到的 sRGB AdobeRGB DataE以及色域 很多时候显示器的色域它的三角 它不是完完全全很严格的 符合在播出标准的三角上 所以我个人建议刚开始可以选一台还不错的显示器 给自己的片子增加一些调色的内容 你可以用一台显示器来学习 这个完全没问题 如果说你想要更加专业 显示器必不可少 就我小黄叔发过一个帖子 就是iPhone 13 iPhone 14 iPad Air 几个屏幕 不同的设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监视器至少说能够给你一个中性的参考 所以监视器是我个人比较推荐购买的 然后还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它跟我的监视器真的特别适配 它是个磁吸的 这个有什么用处呢 就如果说你是暗房打一盏灯到墙壁是非常缓解你眼睛疲劳 得到一个更好的颜色的感受的 对 如果说大家有问题 我可能也会稍微出一些调色概念相关的内容 不过我有预感这样的视频大家不会感兴趣 如果你想拍个片子 然后你缺调色指导 如果觉得我的发的样片风格真好 你觉得还不错可以来找我 我这边是能够从整个色彩管理的流程 前期的机器选用到后期的一个管理版 都能给到一点点建议 Goodbye